大家好我是錢子T台政經話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我們將在達成10萬的訂閱之後呢 會舉辦一個驚喜的彩蛋活動 到時候還會有神秘嘉賓現身喔 大家最期待哪一個神秘嘉賓 來我們T台政經話呢 快按右下角的訂閱 並且在這邊留言 我們會把這個嘉賓請來現場喔 又來了又來一中政策了 他今天外交部 意大利外交部宣布說 從台灣來的人跟中國一樣 你進來我們國家進去意大利 我要隔離你14天 怎麼會這樣 意大利駐台辦事處也公告了 我們台灣人入境 常制要隔離14天 那如果我今天跑去意大利Shopping 我都不用Shopping了 我直接一落地就被抓去 常制隔離14天嗎 就不行這樣 可是意大利就說 這是根據WHO另一的意區 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 好 我們的外交部要去跟正 可是老實說 我們現在跟意大利已經斷行了 就是因為一中政策 抗議了已經一個月了 沒有效 都沒有效 所以我今天早上遇到媒體 來賭賣的時候 我還是在重申 在過去這段時間裡面 包括意大利 包括越南 包括菲律賓都曾經有把 台灣跟大陸地區 還有港澳地區化為說 同一個疫情嚴重範圍區 我說抱歉 這個不是事實 因為過去兩個多月以來 2300萬人我們台灣人 共同防疫疫情確實是可圈可點 也確實大家努力的情況下 我們的疫情是跟其他地區 是大幅的落差的 所以說意大利如果說到現在 還持續把我們列為嚴重區 我要跟意大利政府講 哈囉 你們在開玩笑嗎 因為意大利現在的確診數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100多例了 換言之 兩百多例 對 換言之 意大利比台灣嚴重了十倍 因為台灣到現在是三十幾例 意大利是兩百多例 所以意大利嚴重十倍八倍 所以抱歉 意大利政府請趕快更正 如果說你媚於事實 沒有更正的話 那真的很抱歉 台灣也覺得 你對台灣真的不夠嚴重 我在想說是不是台灣人 不太懂意大利文 還是意大利人不太懂中文 這很奇怪 羅智正也有說 這是上次停航的升級 意大利其實很清楚 台灣和中國疫情不一樣 這是非常不有勝的態度 注意代表處應該檢討 提出抗議 是不是 據意委員 當然是要提出抗議 不過這個基本上 台灣被列入要隔離14天 觀察也不是隔離 觀察14天 這個是一個政治性的決定 強制隔離 隔離就是說你進來 那可能是在你訂的飯店 就是要關14天 我又不能去購物 我去意大利幹嘛 去辦公好不好 這個是很清楚的是 台灣被他們的一宗政策 的政治牽連進去 台灣的疫情全世界都知道 是最佳的一個示範局 但是因為政治的關係 台灣的無奈 但是我們對意大利 事實上是可以有一定的反制 多少意大利人來台灣探擠 我台北的意大利餐特別的多 都是道地的意大利人 Espresso 他們來這邊開餐廳 就意大利人在台灣 還娶了台灣的女孩子 都很好 太不應該了 也不是說太不應該了 如果是為了疫情 我們要尊重 包括我們對很多國家進來 都要管理 如果是因為政治 我們也只好是反政治 用政治的方式來反制 所以像我們之前跟越南 不是越南 菲律賓提出一些反制 或是討論 其實是有效的 對意大利為什麼都 一點辦法都沒有 奇怪了 其實很多台灣人 喜歡去意大利旅遊 或是購物 我剛才講的 可是現在如果他對我們 這麼的不友善 我們應該怎麼做 而且可能要跟觀眾朋友 大概講一下 意大利現在的狀況 因為意大利現在的疫情升高 在整個西方世界 可以說是意大利最嚴重的 所以在意大利 其實發生了非常多的 仇華暴力事件 對意大利人來說 其實台灣人 大陸人 他覺得長都一樣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 有一個大陸女生 在意大利搭火車 被一個意大利男人大罵 並且推打 甚至還有另外一個大陸男的 在咖啡店換錢 遭到酒瓶砸頭 甚至那個人就是拿酒瓶砸他 說你有病毒你不能進來 然後在一個大陸女生 在市中心冰淇淋店外 被一對夫妻痛揍 然後就說 中國狗屎帶著病毒滾出肚臨 這看起來都是很不文明 然後很誇張的例子 也許這個是比較少數 可是的確是發生了 所以我們現在在台灣 我們有很多的台僑的 相關的社團也發出了呼籲要 台灣僑胞 如果你在意大利的話 你不管在讀書做生意 你都要注意安全 在米蘭的台商會長建議台僑 非常時期盡量減少出門 甚至我們自己的台僑 就自製這樣的大的標語在身上 寫著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這用意大利文寫的 我不是中國人 就是擔心被仇 被排擠 甚至也有很多台灣人的僑胞 到餐廳吃飯 這是真實發生的 他進去那個餐廳之後 他隔壁桌 有八個義大利人就突然 全部站起來說 抱歉 我要換桌子 我不要坐在他們旁邊 如果是你 你感覺真的很不舒服 有志 對 一定是很不舒服 如果換桌 我去旅遊 不要說是工作 旅遊的話 我只在那裡做人家做幾天 你就對我這種態度 來開擠的對不對 對 給你賺 我過來消費的 我覺得那個感覺很不好 但是義大利 我相信這個國家 應該大家很清楚 他曾經有過光榮過 我記得沒錯 應該是羅馬帝國的發源地 所以你去歐洲旅行 你會發現義大利人 他有他的驕傲 如果你去德國 有德國的 德國人有時候看我家裡有一些 然後法國人 法國人浪漫 英國人 英國人的聲勢 那義大利人 你會覺得他有時候滿傲的 但是這就是他的風格 所以他面對什麼問題 他覺得我這個就是一中 他就一中的 他不太有那種說 我給你解釋 我們台灣跟中國是不同的 那很難 因為他就是羅馬帝國 他的光榮還在 所以你要跟他硬來 講什麼我覺得應該不太有 所以現在就不要去義大利玩就對了 對 我覺得像俊英哥講 就是反制 就是反制 你自己去那裡購買什麼 對啊 花錢還早最瘦 你知道他名字不姓就好了 你跟他說不說不存錢 就像這個女孩子 就像掛著一個在那邊 你覺得會有很大的作用嗎 我跟你講捷運車廂裡面 逼押教熊幾個同心園 你信不信 沒有 我覺得就沒有太大的必要 你看 所以我覺得 就像俊英哥講的 既然這樣 不然我們就反制 就不要去 我知道五萬塊 十萬塊 給你談 你還沒談 不過也有很多台灣僑胞在義大利說 大多數人都還是溫暖善良 其實義大利人很熱情 我必須講 對 到處還是有很多 這是少數 我們剛剛舉的例子 是極端的例子 因為能夠上新聞 的確是極端的 人妖狗才是新聞對不對 所以這些少數無知不理性的人 在危難的時刻 大家應該要有同理心 不要強化對立 這也是我們傳播媒體 應該要盡的責任 不過我們在義大利也看到 有一個華人 他做了一段影片 他希望讓大家把成劍放下來 我們看一下這段影片 現在看到是在義大利的街頭 一個男生 他戴著眼罩 也戴著口罩 然後他在他的胸前 他的這個站立的地方前面 掛了一個牌子 他是寫上說 我是華人 可是我不是病毒 我是人 我不是病毒 希望大家就是放下成劍 很多義大利人上去跟他有抱 就是其實我想大部分的人 都還是很有溫暖 你可以看到他立了一個牌子 然後先把他的眼睛蒙起來 就有點像是之前的 一個擁抱的一個實驗 然後再戴上口罩 那個牌子上頭 用義大利文寫著說 我是人 我不是病毒 希望大家能夠不要用這種 很極端的仇視的方式 來對待別人 那很多人一開始是看著他 不過慢慢的也有很多人上前 嘗試去擁抱他 這一段影片其實也滿溫暖的 是不是 愛 夢看 我們應該講到人帥真好 人帥真好 我也覺得他長滿帥的嗎 瞞著看不出帥不帥 帥 有啦 帥… 但是還是回歸到說 現在如果說義大利 因為其實大家也 不要有一個錯誤的幻想 因為我本身自己也滿愛看足球 如果說愛看足球的朋友都知道說 義大利的這個足球流氓 也很厲害 也很兇悍 尤其是看了足球之後喝了啤酒 那個真的是雜場什麼也都來 我只是講的是說 其實各國當然 如同剛剛我們T台這邊 有做的這個解釋 各國一定都有非常極端的例子 我們當然是要 百分之大多數的人 都還是良善的 沒有錯 可是我們現在針對的是 政府的問題 結果義大利政府如果說 他還是把台灣化為說 是疫情嚴重區的話 我就會有一個什麼 這樣錯誤的訊息 就是告訴我們國際社會說 台灣是疫情嚴重的 那不就是抹煞了過去 我們兩個多月 不分朝野 不分藍綠 大家共同努力把疫情壓制嗎 也因此說站在這個國與國 就是政府對政府的立場上面 我們還是要呼籲義大利政府 趕快把台灣跳出 這個所謂疫情防疫期 一般的義大利的民眾 在社會上來講 我想我們就不用過度的去仇視 或說過度的對立 因為基本上大多數人 應該都還是良善的 從這個影片 我可以很確定的說 義大利現在充滿著 反華的氣氛 如果沒有那個氣氛的話 那軍眾那個很動笑 很動笑 所以你看嚴重到 他必須要用人體出來抗議 那是一個抗議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台灣不要去公開那些人 道德水準那麼高 反制 就是反制 你對台灣這麼不友善 我們該講了也講 該情侶改變也情侶改變 你再這麼我們就反制 或許我們的反制能力 沒有像其他國家那麼強 我們對義大利 找個態度 但是唱歌怕你會死也會給你受傷 可是這外交部是不是應該通盤檢討 我們的駐義大利的拜師 這個跟駐義大利代表錯的 跟能力無關 這個是一個氣氛 你看歐洲有多少國家 是反對中國進去 而把台灣同意可以進去的 你可以去做比較 我看這個是一個 普遍性存在的問題 歐洲的一宗 是確實我們要努力去改變它的 是 講到全球這個排華 或是酬華這樣的氣氛 其實也瀰漫在一些政治人物 或是各國的政客上面 其實現在 因為中國疫情太嚴重了 所以北京是下令禁止出口口罩 其實美國有很多大的廠 像3M在內的 很多醫療企業用品 是在大陸大陸設廠的 現在你北京說 你不能把口罩給出口 這些美國人就說 那是我們自己的工廠 不能出口 那我們自己不夠用 所以像白宮貿易顧問 納瓦洛就說 你們美國 我們自己國家過去太過依賴 海外製造 中國製造 所以現在會被中國收割 政府一定要要求 強烈要求這些企業 全部都回來我們美國國土 在美國國土製造 他們就罵中國是世界上 最大的智慧財產賊 就是有點對立的政府 或者是在商業界的對立 包括今天也發生在台灣 跟新加坡中間的一件小事情 說小事其實也是大事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不是 禁止口罩出口 新加坡有一個廠商 他在台灣是設有口罩工廠 他有一個工廠 那裡頭有兩個口罩的生產線 他就說 這個新加坡總理夫人何金就說 你們台灣禁止口罩出口 可是沒有禁止說 生產口罩的設備出口 所以我們要把這兩條 口罩生產線移回 把它移回來 有沒有道理 其實好像也有道理 有志 我覺得這應該 應該就是對我們那種 口罩政策的反制 其實新聞結果後面是有講 因為兩條生產線 其實佔整個台灣的60條生產線 並沒有太大的 30分之1 對 真的目前做過是還好 因為連我們的工業局局長 都有出來講 這兩條生產線沒有了之後 我們如果後來蘇院長 要補的那幾條再加上去之後 一天1200萬還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兩條出去是 對於說疫情有沒有太大影響 我覺得還好 讓他去 但是主要就是 你開始說要做什麼 說什麼 朱珍昌說他口罩不外銷 不要 我不是說 這個態度是對的 你沒台沒錢跟人家搶這個 不要講這句話 北京也下令口罩出口 那是後面的 北京要北京 那你蘇貞昌 歸蘇貞昌嗎 我又不是歸習近平管的 不是 剛剛不是講很清楚 一口別號兩字嗎 我現在是蘇貞昌管的 那你不要每次去跟人家搶這個 人家已經話聽在耳朵裡面了 你說不會不會出口 我現在也很嚴重 新加坡嚴不嚴重 新加坡也挺嚴重 很嚴重 二極警戒 那如果以前友好交好 他是不是還可以 我們量產如果多一點 他會到中求救個80萬 100萬片 現在不要了 不然我兩條撤掉 我自己來 我自己來 這就是之前我們講的 台灣你永遠保持 不需要人家幫忙 不然就試試看 到四月底以前 疫情還沒有爆發之前 醫經醫院說現在在白鴨 還在白鴨 你還沒到的時候 我們現在口罩已經到這樣了 你真的受驚的時候 你真的要人家搶三天 政府說三月的時候 我們口罩可以一天 一千萬變 兩千多萬變 這樣不可能 當然不可能 現在民間沒有納管的 這個口罩機器 你知道有多少 多少 這個不可以跟你講 不可以跟你講 國家機密 那個沒有在徵收範圍內 他也不是醫療級口罩 所以我都覺得 台灣生產口罩是因為 沒有這個需求 所以大家不動 機器本身是沒有被限制的 我們就是進口很多人生產 所以就讓他出去沒關係 他如果要回去救國的話 那你讓他走又怎麼樣 就像我們也呼籲 有一些戰略物資 如果是在國外生產 這個時候回到台灣來 射產是一樣的 這都一樣 日後請贏 雖然顧小命 給台灣顧好 就是給世界幫忙